晚安亮带领金军准备昆灭南宋 突然之间后院起虎 愤怒之余 晚安亮就准备马上把他亲自率领军队回国平台 那么他能够胜利回师吗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现在辽宁是我国的运动大省 比如说我们平常所熟知的 冰邦球的名将 王楠 马林 马龙 这些人都是辽宁人 辽宁的省会 因为这个沈阳还不仅仅是历史文化名城 而且还在2017年被官宣为东北唯一特大城市 又因为当地烧烤店挺多的 就被我们网友亲切的称为串城 可大家知不知道 这样的繁华景象在金朝的时候也出现过 不过当时的大城市是辽宁的另外一个市 辽阳市 而当时它的名称是东京辽阳府 我们要知道从秦汉时期一直到明末 我们要知道历史上士号为阳的皇帝 最而人熟知的是隋阳帝阳国 万安亮他自己当时率领金军 正在准备攻灭南宋 突然之间后院起火了 因此这种变故对于万安亮来说太过呼了 愤怒之余 万安亮就准备马上 亲自率领军队回国评判 那么他能够胜利回师吗 这个男秦的行动会就此打住吗 我们这一集将会仔细讲 我们上一集说到 正在江南准备渡江的万安亮 忽然知道这个国王万安庸自立为帝 这消息惊恐异常 当时他准备率领人马 先回国 还是平叛 但是呢 他身边的京国大臣李通 力确万安亮 您啊 陛下本人不要马上回去 当时李通说的话也是不无道理 他怎么说呢 陛下亲率大军 深入异境 无功耳环 假如重散于前 敌成于后 非万全计 若流兵渡江 车架北环 驻将亦将解体 今燕北驻军 近辽阳者孔有一志 一先发兵渡江 脸舟焚之 绝其归望 然后陛下北环 南北皆指日而定义 李通这些话呢 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最终呢 打动的万安亮 就是他坚定了这样的一种决心 什么决心呢 先灭南宋 而后呢 再北归平叛 历史事实证明呢 这个决策最终呢 也成为万安亮的催命符了 在大臣李通的原意还挺好的 就是要万安亮率领军队 先把南宋灭了 然后呢 再回到家里 把那个政变给平定了 由此呢 可以一了百了 但是他没有掐算在内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灭不了宋国 金军败祭而归 那又会如何呢 实际上当时啊 如果万安亮知道万安庸自立为立的消息 马上就率领大军北归 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会把万安庸这个政变给平定了 而万安亮身边这个大臣李通给他进宪的所谓的大计 实际上倒给了金国那新皇帝万安庸啊 一个绝好的喘息整栋的机会 所以说万安庸当时手下有个大臣叫独集义的 也非常庆幸就对这个万安庸说 陛下此举若太早 则郑龙还没有渡怀水 郑龙呢 就是当时以年号称那个万安亮 就不承认他为皇帝了 如果太迟 那么那契丹伊拉沃沃呢 贼士肯定过剩 如今呢 郑龙已经渡怀 伊拉沃沃呢 兵士也不强 真是天助陛下 他又接着说 现在呢 我们金国的将士都出征南方 家属都留在北地 希望陛下您能尽快回到中都 金世宗万安庸啊 这一听此言大喜 马上答应 率领人马一路冲荡 就向金国的中都燕京进军 准备那一举占据 金国这个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中心 另外一方面 就早在这个万安亮起兵前一个月 金国的海州啊 已被当地汉人魏盛 起兵占领了 海州就是今天江苏连云港 当时宋朝的治海提督 叫李宝的 这个人原来是岳飞的部将 他马上任命这个魏盛啊 为支州 魏盛这个人呢 原本只是个弓箭手 听说金军想要南侵 这就纠结了三百人 兵不雪刃 北渡淮水 而且还把金国的连水军 给攻破了 金朝当时海州支州呢 叫高文富他就派金军啊 前往啊去这个征脚 结果呢 被这个魏盛迎击打得大败 魏盛呢 这些人得势不摇人 你不看人家人数不多 追着金军一路碾杀 直到海州城下 一鼓作气 在海州城内那些汉人 也这个奋起配合 把这个守城的金军 一千多人都给杀了 淹死就克服海州 宋将李宝文逊的大喜 马上率领三千多名水军 而乘着一百多艘战船呢 赶赴海州 和这个魏盛呢 里外合击 又杀掉了一万多啊 正准备进攻海州的金军 然后呢 李宝又率领水师直杀礁西 海战当中的一少胜多 连发火箭 就把那金箭 金朝这个水箭 数百艘给烧毁了 把当时金国浙东道水军 基本是打着全军覆没 完全击碎了湾烟量啊 先前准备的 从海陆攻去临安的 这样的一个战略计划 也就确保了当时 临安的水上安全 南宋西路方面呢 宋朝大将吴林 当时是报病指挥战斗 不仅击退了金国将领 图丹和习的那金朝西路军 而且还成胜呢 收护了秦州 陕州 国州 邓州 秦州呢 就是今天陕西的化县 陕州呢 今天的河南的陕县 那国州呢 就是今天河南的领保 京乡方面 金朝那个将领刘俄 刚开始啊 进展还挺顺利 攻下了信仰 但很快呢 就被宋军阻挡住了 金国的蔡州 邓州这些地方 后来呢 又被宋军也给攻下来了 双方呢 在那个地方形成了相持 而金国皇帝 万元亮 他率领的 这个金国主力东勿大军呢 从实际情况上来看 战争出去呢 进展特别顺利 绝对是所向披靡 而当时宋朝 建康府都统治 就在怀西啊 指挥宋军抵抗的 这个叫王权的 这个人是草包家混蛋 听说金军大志 几十万大军 他连象征性的抵抗一下都没做 连连地抛弃卢州 河州啊 这些地方 卢州就是今天安徽合肥 河州呢 就是今天安徽的河县了 当时人在杭州的宋高宗赵构啊 听到这个败逊 欲航海弊敌 又像从前一样 准备开始新一轮大逃亡 幸亏当时的宰相陈康伯 还有那大将杨村宗 杨村宗也就是杨一宗了 这个时候坚持 皇帝你别跑 他才没跑 而后呢 肃高宗赵高宝硬着头皮 御驾亲征 就在平江呢 扎下大营 然后下诏 这个任命李显忠呢 代替王权领军 召回主战派人物呢 同时呢 还把先前那主战派人物 那张俊召回来 让他叛健康府 张俊是那文臣张俊 由于刚开始打仗的时候 一路克节 金军大军就迅速有窝口 就今天安徽淮远那地方 就到了正阳这一县 然后横渡淮河 正阳呢 就是今天这个安徽寿县 那块地方 而后呢 金军兵分两路 接连攻下楚州啊 卢州啊 扬州啊 这些地方 直杀长江岸奔 当时呢 宋朝大将刘齐 囤军瓜州 就负责撤离 甄州和扬州一带的老百姓 金军得训之后呢 马上啊 派遣军马啊 过来进攻 双方就在造角林一带呢 展开激烈战斗 刘齐我们知道 南宋大将 南宋老将 就在当时身陷重围的情况下呢 下马死战 帅领手下军队 死死 抵挡 边打边退 最终呢 引得这个金军一步呢 来到宋军设伏的丛林当中 金军不知就理啊 赶忙一追 忽然之间 宋军早已埋伏此地的功努手 一时齐发 乱箭齐发 射死了一千多的金军 金军呢 看到运河两岸的道路呢 狭窄 不利于他骑兵驰骋 马上鸣金收兵 不料想呢 刘齐 城市不摇人 又指挥宋军出风 把这个金军打得大败 混战之中 宋军呢 又杀掉了金朝的统军高景山 高景山大伙听这名字挺熟吧 就是先前啊 金国派到宋国出使那正使 得胜之后呢 这个宋朝大将不久呢 就忽然患了重病 宋军呢 没办法就很快撤回到镇江 刘齐这个时候就派他侄子刘四 率领一千五百人嘛 这个囤守这个刮州渡 而当时的金国大将呢 一时之间都在长江北岸集结了 一眼望不到边 班安亮这次率领数十万金军 这次南侵呢 实际上大有人意之师的风采 和以前那些金军入寇捷安部同事人们呢 金军这次行军军纪延明 不烧不杀不淫不抢 每次攻下这个南宋的州县啊 金军马上发绑安民 声称什么呢 大金皇帝仁德 不需惧怕 各安其夜 在此期间呢 有那金军还真不是故意的 他把那火把啊 丢弃在房屋当中 啊烧毁了民房两三间 班安亮听说之后亲自下招 推出斩首 而且呢 还把这个事儿接绑于军中 而且呢还在军中发布告示 重申军纪 因此呢 他的这次南侵假仁假义 就和当年隋阳帝第一次争高利益 那个过程非常类似 在卢州的时候呢 万安亮还亲自召见 没来得及逃跑的 当地的汉人老百姓 亲自卫狱 我也下令军人不可乱杀 如果哪个兵士杀南民 我会立即杀掉他 亲切接见这些老百姓之后呢 万安亮还赏赐 近百名汉族老百姓 每个人十两个银子 然后呢 九十大八 好吃好喝好带 还给钱 所以呢 乍一看 这次而来的 汹汹而来的金国大军呢 完全就属于那种调明罚罪的仁义之师 特别是万安亮他自己率领的 那个中军大军 绝对称上是秋毫无犯 每次交战之前 金军呢 他还以天朝天军自举 不偷袭 不诈取 战前呢 还用剑向宋军军营啊 设发那个招降书 作福了春秋礼书 这也和先前 在隋阳帝第一次征发高利的时候 还做的一模一样 南宋方面呢 为了稳住军心 派出这个知书密院士 叶逸问到镇江 成立临时军事指挥中心 又派中书社人 兼参事 叫于允文的这个人 探视刘琪 那么刘琪病了吗 严恨呢 就询问啊 这个军拜的这个情况 叶逸问呢 是个文臣 既不知兵 又非常怯懦 他一到镇江 就到处啊 抓那个乡民 这个叫他们出兵役 这个人一到镇江 到处抓老百姓 让这些老百姓在一块 绝杀为勾 中间呢 把那个木枝插在那里 做鹿角 准备抵抗金军 攻上瘫头 这么多老百姓 这些乡民 被逼着干苦力 同时呢 这些人也笑话 这个姓叶的 被宋军强逼的 这些老百姓 被逼着干苦力啊 这些人边干 边笑这位姓叶的 叶树密的建设 还不如还五倍农人 一夜朝生 沙沟皆平 树枝呢 也会被水流冲荡全无 这种防御管屁用啊 不久之后呢 刘齐那侄子刘四 他因为交度导致军败 叶一问啊 当时被吓得够呛 忙派出手下人 你给我找那山路 怎么赶紧逃回浙东 宋朝的大将一听说这个消息呢 气愤喧哗 叶的一问不得已 就赶往建康 南宋派出那中初摄人 玉允文 当时前往采石 犒劳士兵 采石是在今天 安徽当途西北那个地方 走到距离采石军营 这个目的地 还有十多里这个地方呢 玉允文呢 就看见宋朝的这个军事 三三两两 散坐于道旁 无精打采 全无军技 玉允文呢 就下马就问他们 就说你们怎么回事啊 这个时候呢 宋军就聚集过来 就说了 王权王杰史啊 在怀西发军令 命我们弃马渡江 我们都是骑兵出山啊 现在没了军马了 就不能打仗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进行步战 玉允文啊 赶紧派人点算 王权这个溃兵 就在采石附近 这一个地方 就有将近两万人 一万八千多人 还有数百匹军马 这个时候呢 他和手下的宋军 远望江北的金兵大营 一望无涯 人太多 什么帐篷的 等等等等吧 一眼看不到尽头 这个时候 玉允文的随从啊 那些人啊 也都害怕 就劝他赶紧啊 咱们奔魂健康 怎么说呢 事事如此 皆为王权等人所患 您呢 被派到死地 是靠军的 是靠劳军队的 不是派来督战的 何必您替别人担当败责呢 宇允文这个人 虽然书生出身 胆气气豪 他马上设立军杖 就把宋朝的溃军啊 几位将校 什么叫张震啊 王岐啊 石敬这些人 招入这军杖 激励这几个人说 金兵如果渡江 汝被逃到哪里去呢 如今前控大江 我军呢 有帝势之忧 不如我们死忠求生 面水一战 朝廷扬儒等 三十多年 难道不能一战报国吗 这几个军将 一听宇允文这样说 也都拍着胸脯 也讲了 我们大伙也都想打上一场硬仗 但谁来当总指挥呢 宇允文这时候鼓励他们 正是先前王权指挥失误 才先是辱败如此败境 如今朝廷啊 已经派出李显忠 接替王权了 这些军将都知道 李显忠这个人的大名 哎 马上齐声说 朝廷选对了人 宇允文啊 这个时候又说 现在李显忠呢 还没有到达 如今大敌当前 我当身近先死 大敌当前 李显忠呢 现在还没有到达 我呢 当身先近死 与驻军 努力决一战 朝廷此行 出内堂 金箔九百万民 我又携带 捷渡 承轩 观察室 告身 所以那告身 就空白委员状了 只要军将士族有功 马上 我赏银授官 这些将领 一听余允文 如此说 马上都跪在那里下拜 尽有大人 您主事 我们愿为 大人死战一次 余允文这个人呢 自宾府 他是龙州人 龙州在今天四川 那个眉山的 这个人寿县 此人呢 从小是特别聪明 七岁就能写文章 绍兴二十三年 就公元一五三年 晋士极地 余允文这个人 虽然说是个文人出身 又是个晋士 姿貌雄伟 身高六尺四寸 慷慨磊落有大志 在绍兴三十年 就公元一一六零年呢 他当时是作为宋朝的贺政使 出使荆国 宋金双方派出使者 一般呢 都有 燕乐 射箭这样的招待节目 当时荆国接待的一方 喝酒吃饭之余 就给这个余允文啊 一张弓箭 要他露一声 实际上想看笑了 你想 宋国派来的文臣使者 他能有什么武功啊 哎 当时你看 余学士 看似彬彬文士 这哥们应功随晚 一发破礼 这手露了 当时陪坐的 荆国的这些大臣啊 一坐接近 出使过程中呢 余允文就仔细观察 发现荆国各地 都是运粮造舟 他当时就明白 万安亮是肯定要男亲的 因此回国之后 他马上向松高宗汇报 就不停的提醒朝廷 一定要备战 万安亮方面呢 你看大战在即 他到了河州 到彩石了 这过程当中呢 途中他拜业西楚霸王庙 看着相与相呢 他还感叹 如此英雄不得天下 诚可惜也 布置妥当之后呢 到临江祝坛 行马祭天 然后把朱卧羊啊 都投到江里 又弄这些 这个跳大神的 这个功夫 事后想想呢 万安亮 想打仗之前呢 他拜这个西楚霸王啊 这番操作的 确实也令人迷惑 你说如果他拜关羽 这很正常 拜相与他干嘛呢 难道他拜他 这个失败自吻 那个场景吗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万安亮啊 就对金朝大将 叫傅吕徽辉的 就说了 周急皆备 可以渡江 而当时的大将 傅吕徽辉的一脸难色 成官宋军啊 周传甚大 我军周小又慢 恐怕过不去 看到自己手下大将 如此怯怒 万安亮当时大怒 你从前 跟随梁王 万安宗碧 追赵构入海 难道当时 我们金国有大传吗 明天一大早 你和都督督万安昂 低批渡江 被皇帝这么一训斥呢 傅吕徽辉呢 威威诺诺 就答应了 表示明天去 但是那位万安昂的心中悲剧 深知此战 凶多吉少 就连夜的差点跑了 转天一大早 金军的布阵已毙 大风吹起 万安亮当时以皇帝之尊 自知小红旗 指挥金军战船 从杨林口出发 一艘接着一艘 唯唯相嫌 在渡江之初 万安亮是没有料到 对岸是有宋军步兵的 而且在大战之前 他还问啊 军中老将 就问 当年梁王宗碧 他如何渡江呢 宗碧就是万安宗碧了 也就是金乌珠了 这个时候呢 有老将就回答 梁王自马家渡过江 江南随有宋军 望见我军即崩溃 我军周传着岸 宋军已经跑得孤无一人了 万安亮当时一天还挺高兴 自言自语道 我这次渡江也应该类似 结果呢 万安亮的金军水军 这个船嘛 行到江中 忽然看见岸边 冒出了不少的宋军士兵来 这个时候金军大惊失色啊 但当时呢 因为船已经行到这个 这个江中间了 欲退不能 由于当时风大 七十多艘 金朝这个水船 就被吹到岸边了 金冰呢 当时胆大 从船上跳下来之后 直杀宋军迎阵 双方扎一交手 宋军呢 毕竟的心理上的位妾 忽然之间 就好像有点盯不住了 南宋这个文臣于隐文呢 知道两军已经接战了 他马上往前线 这个骑着马 来回巡视 当时呢 看到宋朝这个将军 石俊 正在站在那里 观察战况 于隐文呢 就跳下马来 拍着他的背 激励说 将军你以勇敢 明文四方 现在却站在这个镇后 怎么像个武胆的女人一样啊 石俊一回头 一看余学士 正站在自己身后了 当时是热血沸腾 立刻跳出攻势 手舞双刀 奋不顾身地杀向金军 那么宋军这次交战 结果到底如何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人的品位在腰上 在1960年4月份 江苏省无锡南面那个钱玉木 被考古人员发现了 出土了什么金盐玉七器 私质品 包括一些纸币都有 其中呢 有两件玉器 原本是一套 但在当时呢 就被当做两个独立的件啊 就挖出来了 直到多年之后啊 无锡市博物馆有位职员 无意之间呢 把他们俩组合在一起 发现这两件玉器 严丝合缝 什么玉制啊 沁色 雕工啊 文士 实际上都非常统一 后来呢 又经过几个专家研究论证 就认为这套玉组合啊 实际上就是古籍当中所说的玉韬环 韬环和韬钩啊 这个流行啊 应该就是从宋代开始 因为北宋时期啊 道教思想 在当时的年轻士大夫啊 什么包括的年轻学子当中啊 都非常流行 因此呢 这些读书人和道士啊 经常在一起这个结交 在一块吃饭 然后喝茶 谈论这个人生哲学 同时呢 就受到这个道士 穿衣风格的影响 因此当时啊 兴起一股道福热 范仲淹呢 还专门写过一篇 叫道福战 其中把这个道教的衣服夸的不行 道家者留 衣上楚楚 君子福之 逍遥是语 呵 这个先锋飘飘吧 由此可见呢 这个范老夫子啊 对这道福也是非常喜爱 估计家里也备制好几套 那么穿道福呢 一般就得细韬袋 用环和钩加以固定 最早的韬环形式还是比较简单的 基本上是光束的圆环 或者是花瓣的这个形状 那么与同时期的那个和胜川那个驾鲨环还比较像 而后呢 这个韬环的形式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发展 而这个装饰作用越来越强 就产生了这个花结啊 什么有一定寓意的吉祥寓意的这种这样的韬环 韬环的材质也挺多 什么金啊铜啊铁啊玉啊玛瑙等等等等吧 特别讲究呢 你可以根据季节来选择这材料 根据这个西湖老人樊胜璐这本笔记记载呢 临安当时就在南宋啊 有专门这个卖这个韬环的 而且在哪卖呢 在那种专门卖珠宝珍丸的七宝社 这样的大商场来卖 宋朝兴起的这种韬环呢 到了元明时期 实际上一直都在用 一直到清朝 因为当时那服饰啊 就完全改变了 所以说这种韬环呢 逐渐就没了中养了 没一说中国史 说这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 当时的长江天险 就是南宋最后的防线了 一旦失守 宋国就完蛋了 那么于允门和他手下的宋军将士 是如何以少胜多 创造这个历史袭击的呢 那么金军在水上大败之后 他又逃向何处呢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安徽的彩石机 我们都知道 李白这个醉酒卓越 奇经升天 这地方有这个传说 这彩石机呢 和南京的燕子机 岳阳的成林机呢 合成长江三大机 无论从这个山水风景的角度啊 还是园林楼阁的角度来讲 哎 我们都很难想象 这样呢 我们现在看上去清雅浪漫的地方 曾经呢 是一度硝烟满地的这战场 当时呢 金国皇帝湾延亮 发动南清之后 两怀防线呢 因为当时南宋的大将王权啊 他的这个溃逃 使得金军呢 得以长驱直入 等于当时的长江天险 就是南宋最后的防线了 一旦失守 南宋朝廷啊 那危在旦夕了 宋国就完蛋了 正当湾延亮 盲目自信 率领大军这个渡江之时呢 他不知道 彩石机呢 那里有个大跟头在等着他 而后呢 就有了 这个使南宋转为为安的 那个那场大战 那就是于允文主持的千古一战 什么大战呢 彩石大战 如果我们翻史书啊 彩石大战啊 能和先前三国时期的 赤壁之战相提并论 可见呢 当时啊 他的影响之大 对南宋国运的影响之深 那么于允文和他手下的宋军将士 是如何以少胜多来创造这个历史奇迹的呢 那么金军在水上大败之后 他又逃向何处呢 我们本集会细讲 细讲之前还是那句话 多发弹幕 多多交流 美老师有彩蛋附赠 我们上一集讲到呢 于允文 这个南宋的文臣 指挥这个宋军的将士 抵抗金国的水军 当时呢 宋军将士奋勇冲杀 完全啊 就没有以往那种忘敌而逃的怯懦 混战之中呢 宋军越战越勇 还被风吹到江边的那些金军船上的金兵呢 很快都被杀死了 更有利宋军的是什么呢 当时这个金军满载士兵的大战船啊 船身特别重 底阔如香 平底 而驾驶大船的金兵呢 他又不熟悉采石机 当地的水文情况 几乎这些金军大船啊 都停在江中间了 前后左右呢 哎 哪也走不了 在这关键时刻 于允文又派出宋军 这砖游的海丘小船 在布满江面的金军的大船之间啊 来回冲荡 金军水师啊 每船上呢 配有十几名弓箭手 本来金军原先就想啊 对岸呢 根本就没有宋军抵挡 因此呢 在这种状态下啊 根本就没有水上作战的准备 而且金军呢 基本上都是北人 就北方人 好多人还都晕船 因此呢 包括那些弓箭手 在那大船之上 晃晃晃晃晃晃晃 零星的啊 射出树箭 就连小船上的宋军 连毫毛都伤不着 金军伤不着 宋军小船上的这个士兵 海丘小船上的宋兵呢 也拿军舰 也射 但是呢 也伤不到大船上的金军 那当时南宋 他有没有大战船啊 有 他是被姓蔡的 还有一个姓韩的 这两个大将啊 领着 但这两个将领的卫战 特别害怕金军 因此呢 当时宋军的大船 就在这两个将领的率领之下呢 归缩在港内 根本都不敢出来 正当这些金军金将 巴着大船的船舰 望下呆望之际 忽然看见小船上的宋兵呢 搬出一堆 上援下奸的东西来 然后呢 放在这个舱内 支吻之后 哎 宋军用火点燃 砰砰砰乱响之后 声如雷霆 这些怪东西 自下而上 蹦起来之后呢 哎 到天空当中 哆啦 最后都落在金军大船之上 落下来之后呢 忽然爆裂 在引起金朝大船着火的同时呢 这个原形物内呢 又有大量的白石灰 啊 金军在这愤愤的 这个被迷了眼了 看不见东西了 因此呢 想救火都来不及 这种秘密武器呢 就是宋军的霹雳炮 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早把火药用于战争的武器 当然了 我们从今天看 宋军的这些霹雳炮啊 不过是一些高级点的特大号二T角 我们想啊 底端啊 装设的是那种粉状的这个火药 顶部呢 装上石灰和爆药 点燃隐性之后 这种大二T角崩升高 爆炸之后开裂 因此呢 就把金军的大船啊 就给引着了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东西呢 就觉得这些东西粗质烂造 而所谓的秘密武器 绝对就是儿戏 但是我们想一想 在八百多年前 这些原始火箭的威力 那绝对大的惊人 它不仅烧毁了啊 许多的这个金朝的大军船 而且金国军将啊 也被这些天上吊下来的东西吓破了胆 如此一来 宋军霹雳炮的效果后果就不用说了 金军大败 船上那些金兵啊 大部分被烧死 或者掉入江中淹死了 败回头 上岸那些金国军将士兵 又被当时愤怒至极的万元亮下令 全部就地斩杀 就在这个时候呢 金军还有不少战船啊 停在北岸 犹豫不决之际呢 宋朝当时正好有怀惜溃足三百多人 划着船 乘着船 从蒋州那个地方 败退到这个地方 云文盲派人程小船 接住这些人 然后给他们旗鼓 让他们速将而上 迷惑金兵 就让金兵认为 宋朝援军又来了 看到这些所谓的宋朝的水上援军 万元亮心慌了 赶忙下令撤军 金朝的大军就退回到河州 然后呢 金军啊 这些主力又奔往扬州 准备重新选择刮州那地方 渠江 刮州呢 也就是说今天的扬州南运河入长江口那一带 忠上所述 这次采石大战完全都是云吻文指挥得当 用计用谋 在众寡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呢 取得了这种水上大胜 这次水战呢 宋军水军的主力战舰 我们先前已经说了 中央两个将领 因为他们害怕 一直在港内 龟缩在那里 根本就没敢出来 因此呢 大战胜利之后 云吻文就把那两个姓韩的姓蔡那两个大将 马上叫出来 按趴在那儿 每人处以一百边形 万元亮率领主力 这个金军跑走了 云吻文呢 这个时候 对已经率领大军 赶到采石的这个宋朝大将李显生就说 金口呢 我军军少 我准备呢 前往当地 您能否分兵助我一臂之力呢 这个时候在大将李显中啊 对这位文人 云吻文 配合了五头的力 马上分出一万六千兵马 包括那战船 跟随云吻文就到京口了 云吻文到了镇江之后呢 就探问那个刘琦 就那个老将 老将病重吗 此时卧疮不及的 这个刘琦老将 抓住云吻文的手 非常动感情就说了 我的病还有什么可说呢 朝廷养兵三十年 最后呢 大功 既然出于您这样的 就是书生之手 真使我被军人惭愧致死 其料呢 一语成琛 留其惭愧之余呢 不久之后 他果然病死了 完颜亮 手下金军呢 虽然遭遇到彩石大败 但是金军的元气呢 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伤 我们想想 金军当时毕竟是大几十万的人嘛 你说损失一些船 损失个几万兵嘛 根本就不当回事儿 最后呢 完颜亮就在瓜州 正规山寺 设立玉阳 准备呢 和这个宋军决战 他当时就认为 只要金朝大军一过江 宋朝啊 国运就差不多到尽头了 肯定就完蛋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在京口一带 宋朝大将杨村宗 还有另外一位大将成敏 也有二十多万宋军在那集结 渡江求胜 这只是完颜亮他自己的美好愿望而已 即使当时金军真的度过将来 也不一定 真正就是完全就能 就说准了 能把宋军打败 真不一定 余韵文呢 思虑周密 他就怕宋朝的这个船啊 量少不足用 赶紧下令 马上建造新船 同时呢 又把原先的旧船呢 加以修补 这就极大增强了宋朝水军的力量 新船呢 造的特快 造好之后呢 运文又怕这些新船不实用 就拉着大将杨村宗 也就是杨一宗了 临江巡视 宋军新造的一些船叫车船 然后呢 宋军将士就踏了一个车船啊 在这个江中 上游下游来回游荡 三要金山 回转如飞 当时金军呢 如临大敌啊 排列如墙 举功持满 严阵以待 而当时的宋军并不是进攻 他就是在试船 在试验 因此啊 就在他们即将靠岸的时候 哎 你看金军一看这弓箭兵等着嘛 忽然掉头又回去了 这次宋朝水军那个特技表演 就当时使得那些金军在岸上 惊恶不已 因为他们这一辈子也没见过 行动这么迅速的船只 完量接到军报 身为皇帝之尊 也是披挂啊 这个整齐 齐着马 登上一个高丘观看 他亲眼就看到宋军的船只啊 如此神奇 如此快 当时班安亮心中也是非常精巨 但表面上还挺震惊 他当时就笑着对身旁那些将领就说 宋军这些船这么快 肯定是只坐的 打起仗来 不堪一击 见皇帝如此说话 哎 金军金将当中有一个人出列了 跪倒在地 就丙造道 南军有备 不可轻敌 此处水面的地形对我军都不利 希望我们能啊 回军 驻屯扬轴 屯田训兵 然后呢 慢慢的再投进去 万安亮当时一听啊 立刻震怒 自己拔出佩剑来 跳下马轿 把这人杀在当地 这个时候驻将赶忙解劝啊 那个说话圈见的将领 一看皇帝也急了 要杀自己 不停的在那里扣头求安 这个时候万安亮呢 稍稍才把怒气吸了一些 命令了手下 把这个人打了五十军棍之后 把他给放了 咬牙切齿之际呢 万安亮一深知 再在这里耗下去 对自己特别不利 特别是得知那万安庸 已经在东京辽阳继位了 跟随自己外出打仗的那些金军呢 逃亡的人呢 一天比一天多 如果总是和宋军在此地交着 日久呢 必会生变 于是呢 他当时下了命令了 对这些将领们说 明天马上就要渡江 而且他下死命令 军士敢要临阵逃跑的 杀普利衍 普利衍就是小队长了 普利衍有脱逃的 杀其摩克 摩克就是百夫长 摩克有逃的 杀其蒙安 蒙安就是千夫长 蒙安有逃者 杀其总管 万安亮下了这个一个死命令 金军上下是人人微距 大惊大惧之下 不少军将呢 就走到金国的兵部尚书 浙西路都统 完颜元义 他的仗中记忆了 这个完颜元义啊 谁是个契丹人 他本名啊 当初他爹 耶律甚思沃里反 这个当时帮助女真金国 灭掉他自己的祖国 辽国 因此呢 被金国次性蜿蜒 耶律元义呢 他自己手下兵士也逃了不少 所以他也怕 完颜亮以后细点兵术 再把自己给杀了立威 所以心中是七上八下 众人呢 正在叹息发愁 有一个叫唐谷无共的蒙安 他就说了 蒙安就是千夫长了 如果明天出战 我们这人不是战死 就是掉入江里淹死 肯定是失败 只要欲败 我们逃也逃不回去 不如大监现在啊 齐心共利 咱们共举大事 所谓大事呢 大坏都明白 就把这万颜亮杀掉 在帐内的众人都附和 耶律元义呢 也表示赞成 因此呢 他就把他的儿子也给招过来 当时他的儿子叫什么 耶律旺祥 任这个孝齐都指挥使 大伙就商定 凌晨时分啊 趁那些护卫弯颜亮的进兵啊 那些换班的时候 咱们发动突然袭击 有了这些将领支持啊 你必须还需要士兵配合 于是呢 耶律元义就召集他本部的将士 就骗这些人说 皇帝有命令了 命令你们把马都丢掉啊 渡江 明天都游过去 要和宋军啊决战 我们想一想这些京国的士兵啊 好多人根本就不会游泳 一听说把马丢掉 要游过去渡江作战 所以当时这些士兵 马上大声喧哗 愤愤大叫 如果这样啊 我们肯定是送死无疑 眼见山洞的差不多了 耶律元义就要说了 新天子已在辽阳继位 所谓的新天子就指万言雍啊 不如我们共行大事 然后举进北环 既可安全归家 又能到新皇帝那里邀功情赏 听耶律元义这样说呢 这些京国的兵士大声隐诺 好一起干 当时是欢声雷动 但在当时你真要杀完颜亮 还真不是特别容易 为什么呢 在完颜亮身边呢 一直有五千多名京国最精锐的 这个兵士护卫 这些人当时都是万里挑一啊 精于其射 尤其是这些人射箭的那功夫 百发百中 而且这一部特别的禁卫军 他们的标志是什么呢 是身披荣丝连甲 子荣为上等兵 清荣为下等兵 所以说呢 他们对外通称为什么呢 子荣军 又称硬军或者细军 在京国国内的时候 万安亮就经常观看这人比武 而且常对身边大臣们讲 攻取江南 朕有这五千人就足够了 但实际上 这些金朝的禁卫精兵 从来没有临阵真正战斗过 平时他们最重要的就是 护卫蜿蜒量 充当皇帝的贴身护从 傍晚时分 耶律元义就派人骗这些禁卫军的军将就说了 就这部子龙军的 他们的领军就跟对他们说 江东的子女玉伯都聚在海陵一带 现在的皇上有诏 让你们马上赶往前往西渠 听说有这么大的好处 又是皇上面前红人兵部尚书 耶律元义派人传这令 这些军将不变真假 马上率领手下人马 一哄而去 但凡当时有这些五千人守着玉阳周围 万安亮的玉阳是根本不可能被轻易攻入的 转天黎明时分 耶律元义父子 包括唐武 吴贡这些人 率领他们手下的兵士就向万安亮的玉阳发动袭击了 听到喊沙声起 万安亮开始还以为是宋军偷营 结果他穿上衣服亮起蜡烛之际 忽然有一箭射入障内 他猫起腰把这个箭拾起来一看 发现竟然是金军自己的这个箭 当时他十分愕然 自言自语道 这是我们自己人谋反 危急时刻 他那贴身侍卫 大姓善就劝说 皇帝陛下事态危险 您应该马上离开此地避一避 这个时候万安亮苦笑一声 跑又能跑到哪里去呢 可能我估计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了 千军一发之际 事情会出现反转吗 说话之间万安亮临危不惧 这个人还挺有胆的 于是他就从军杖之中 把这墙上挂的那个挂弓摘下来了 准备临死一搏 结果不断的有剑射入 嗖嗖双中 帐外是弓弩不停 万安亮刚一转身 就被一支剑穿胸而过 于是倒地抽搐 很快启示那些金将金兵就冲过来了 当兄就给已经倒地的美男子皇帝 剁了一刀 而后呢 看到万安亮手足还依旧在那抽动 后面攻日的兵士们马上就蹲下来 拿出一根弓弦 就把万安亮勒得咽下最后一口气 就把他给勒死了 万安亮一死了 当时一片混乱 那些冲进来的将士干嘛呢 就争着抢那个万安亮玉营内的那些器物 金财宝很多啊 包括各种上好的兵甲啊 什么这黄金器具啊 把这一时间抢个金光 接着呢 这些人又放火 把万安亮的尸体呢 给烧毁了 眼看事情已经成功 耶律元义呢 就派人把这个万安亮玉营内的嫔妃啊 包括那些晋士 以及先前穿斗他男亲的那些大臣 什么李敌啊 梁冲啊 大庆善 包括有个叫官国的这些人杀个金光 官国是谁 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先前讲过的 那个叛辽又叛宋 最终呢 带领金军灭掉北宋的辽朝汉人郭耀师 是他儿子 耶律元义把这个万安亮试掉之后呢 一不做二不休 为了向新帝万安庸妖宠 他马上又派人赶往汴京 杀掉了万安亮唯一在世的儿子 就是那太子万安光英 太子万安光英呢 是万安亮皇后啊 图丹氏所生 哎 这小伙子 小孩吧 姿仪俊 绝对是文武全才这样一个少年 那说起图丹氏呢 绝对是金国的一个大部族 也是和万安皇族啊 一直联姻的这样的一个部族 金国九位皇帝当中就有三个皇帝 以取这个图丹氏的女子为皇后 包括先前被万安亮杀掉他的嫡母 哎 也是图丹氏 那个图丹氏呢 和这个万安亮他的皇后图丹氏呢 是出自一个大家族 万安亮本人 你看他行为做派过失挺多 但他教育孩子啊 哎 这个人倒挺有一套的 他就曾经对他身边的侍臣讲过 上至不学耳能 中性未有不学耳成者 太子呢 一则数得数学之士 是辅导之 树枝古今 以防过失 诗文小记 何必作业 至于其设之士 亦不可不习 恐其懦柔也 先前呢 听说自己的父皇万安亮啊 把这个他的嫡母 就是自己的奶奶了 图丹太后啊 给试掉了 当时呢 十年十二的太子 万安光英呢 正在读《孝经》 就问啊 当时交车书那个汉人老师就问 《孝经》讲三千大罪 莫大于不孝 何为不孝呢 这老师就回答了 如民间儿子辈 赌博言九 不养父母 那就是不孝 这位太子呢 当时莫言九之 又说 此行 其作为不孝乎 由此可见 当时这个少年啊 对他自己的父皇啊 杀敌母一世 实际上是感到不平的 当然了 可能也有一层原因 为什么呢 就图丹太后 也是和太子他母亲啊 属于一个大家族 都是姓图丹的 万安亮对自己这个太子非常宠爱 而且还说过 等他十八岁之后 就把皇位呢 传给他 自己成为太上皇 万安亮御驾亲征前呢 这个少年人可能预感到某种不祥 抓住他父皇的一代 当时是毫哭不已 当时对万安亮也忍不住落泪 就扶着他这小孩的肩膀啊 温然怨服 还说什么呢 别哭 我很快就会回来 起料呢 这父子一别 最后竟然在黄泉路上相肿而至 当时万安亮 这个委派担任这个护卫太子任务是谁呢 太子少师 这个人叫俄里耶 是个女瞻人 这人也是个虎狼之辈 他接到耶律元役的文蝶之后 还得知的万安亮已经死了 你说这俄里耶 你弄个毒酒 或者怎么样 把这小孩毒死也就算了吧 他亲手掐死了这十二岁的美少年 这个万安光英 以此呢 来向新皇帝表示 哎 我自己多么忠心 这个现在的皇帝 所以这小孩是真正的赤胆斜心 现在呢 把这个皇帝蜿蜒亮给杀掉了 耶律元役这些人又如何行事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茶杯也疯狂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宋代人特别喜欢喝茶 豆茶 那你既然要斗 装备上一定要跟着上 高手之争 我们都知道 插之毫里 诗之千里 宋朝那些皇室的贵族啊 文化名人啊 那些大诗人啊 大词人啊 争相推崇的斗茶利器之一是什么呢 剑斩 就连宋徽宗身为皇帝都是剑斩的发烧友 那么有人就问了 剑斩这么有名 为什么你看翻看宋代的史料笔记 好像没怎么看过这个词 对 因为剑斩是我们后来才有对他的称呼 全名叫什么呢 剑瑶黑幼茶斩 宋朝人呢 一般就管他 哎 名字特好听 叫兔豪玉豪子欧遮孤斑 或者是呢 剑安某某斩 或者是剑西某某斩 我这样一说大伙就会明白了 你们再看宋朝那些诗文当中 那些名诗作品当中 就都能发现上述名词了 绝对是宋代当之无愧的顶级茶斩 宋徽宗呢 在《大观茶论》当中就讲 展色贵清黑 玉豪调打者为上 苏氏呢 还有诗 名创情子斩 色味两其绝 菜香呢在茶录当中也记载 茶色白亦黑斩 剑安所造者干黑 文如吐豪 其胚微厚 鞋肢久热难冷 最为要用 那么剑斩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他的这个在当时的影响力 这些皇帝啊 这个诗人啊 大文豪 为什么都特别推崇他呢 首先这剑斩是有颜值的 我们要知道古代很早就有这种黑幼瓷的这种生产的记录 但是产量和幼色都很单调 到了宋代 手工业高度发达 那么剑瑶的摇工为了突破这个局限 就利用钮中所含那种氧化金属 还能够呈现五彩 包括这个摇温火焰 能够帮助的这样的机理吧 就烧出了富有变化的这种结晶钮和花钮 然后呢又延伸出各种各样的诱面五彩弯蓝不落俗套 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剑斩黑色诱当中 一种像兔毛一样的鲜柔细密的刘文 啊 绝对的这个特别是有一种星河灿烂的感觉 因此呢 一展一世界每一个都不一样 当然了 这个剑斩呢也不是华尔布什 如果是真是华尔布什啊 他也不能长期霸王 和这个外表同样优秀的呢 还是剑斩它的功能性 剑斩铁胎呢也有许多小气孔 胎铁油非常厚重 所以说特别利用宋代茶汤的保温 而且还能够激发提升茶的香气 此外呢 因为它含铁量高 还能够活水软水 因此呢 宋代人他用剑斩和茶汤口感就更好了 没一说中国史 说这你不知道的事 下次见 湾铁量呢 被他自己手下人试杀了 那么最早带头 杀这个皇帝湾铁量的耶律原意 会得到他想要的封赏吗 那南边的宋高宗 经过这次动荡 会有什么新动作呢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上一集说到 湾铁量呢 被他自己手下人试杀了 而后呢 他的太子湾铁光阴 那十二岁的小孩 也被啊 他身边的人活活掐死 因此呢 父子先后 都被人杀了 那么最早带头 杀这个皇帝湾铁量的耶律原意 会得到他想要的封赏吗 那南边的宋高宗 经过这次动荡 会有什么新动作呢 我们这一集会细讲 细讲之前呢 还是那句话 希望大伙多发弹幕 和梅老师呢 咱们互相交流 我们上一集说到 杀掉湾铁量之后呢 耶律原意这些人呢 即刻率领了这个金军的退军了 而且呢 派人啊 持着这个就是军中的席闻吧 到宋军的镇江军议和 不久之后呢 京国啊 京帝啊 乡帝啊 两怀这些所有的军队吧 都与佣军北桓 那么在魂军同中呢 金军非常混乱 一性军械啊 资重粮草的无数 金世宗 万恩雍 得知万恩亮已经被杀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大喜 马上率领首相人马 快步进入燕京 耶律原意呢 马上啊 这个入都啊 拜见这位新皇帝 就被封为篇章正式 还封济国公 接着呢 这金世宗呢 又给他重新赐姓 又赐姓蜿蜒 后来呢 这个七单人出身的耶律原意呢 又替京国啊 这个平灭了七单部落的反叛 最后的结局呢 是他光荣退休 善终于家 但后来到了元朝 这个史臣修金史 依旧呢 把这耶律原意 也纳入这个逆辰传 得知万恩亮被杀 金军撤离的消息呢 一直就准备脚底抹游 开逃的宋高宗赵构呢 终于喘了一口气 带着他自己的皇子赵伟 北上建康 建康就是今天南京了 赵构这个时候神气了 出了这个御驾亲征的最高潮的戏份 万恩亮这次南京失败 有一个小小的事件 你还不得不提 这个事呢 对于这个中国的政治历史啊 说句实话微不足道 但对于中国文学史 绝对是一件一顶一的大事 什么事呢 就绍兴32年 公元162年正月 汉人耿晶啊 在当时经国的辖区东平起兵 宣布归宋 然后呢 他以手下一个历程人 新气急为长书记 而且呢 派出这个新气急啊 这个奉表啊 去这个渡江见宋高宗 宋高宗呢 真是亲切接见了这位新气急 但当新气急 拿着宋高宗 给他这个伟人状 回到山东的时候呢 就得知 他耿晶手下降临 有个叛徒 张安国 已经把耿晶杀掉 向经国投降了 愤怒之下 智勇双全的新气急 在海州稍事修整 只率领十数人马 十几个人 持入金营 把这叛徒张安国 生擒活住 然后把他绑在马上 鸡驰而返 最终呢 这个叛徒张安国 在辅州 被南宋政府处决了 所以说呢 新气急这位文学大师 他在历史上第一次露脸 也是因为这个 湾延亮男亲啊 而援起的 金军全部回撤 由此呢 南宋又艰难的度过了 这一大灭顶之灾 经过这么多年折腾 高宗赵钩啊 自觉身心焦脆 他就在绍兴32年 就公元162年 夏天 他内善 把他自己皇位呢 传给了皇太子赵伟 赵伟这个时候呢 就改名赵锐 也就是南宋的孝宗 当时赵钩岁数大不大 还真不大 才56岁 当时啊 他除了有这个生理残疾以外 就是养尾吧 除此以外 吃妈妈香 干嘛都行 身体特别好 赵钩当时退位 让自己儿子宋孝宗独当一面呢 他就想退于幕后 安享清闲 同时呢 那些朝中的小事儿 他又用不着操心劳神 坐上太上皇这个位子呢 赵钩呢 这个兼帝一坐就是25年 我们想一想 四分之一个世纪啊 所以说他享进了荣华富贵 宋孝宗赵锐呢 是宋太祖七世孙 因此他是出自宋太祖的儿子赵德芳那一系 那么宋朝的皇室南渡之后呢 高宗赵钩他自己儿子病死了 他又一直生出儿子来 就从这个赵宋皇家宗室当中挑选继承人 因此呢 从宋孝宗开始 赵氏皇脉呢 又转回到宋太祖一系 我们再说回完颜亮这个人吧 由于金世宗继位之后呢 他手下那些大臣文人 对完颜亮进行集体的黑化 加上后来明朝的世锦小说 对完颜亮的银字当头的编判 使得他在历史上龙生啊 一直是以金海灵啊 海灵王啊为标签 是以一个银君 一个恶人的形象出现 实际上完颜亮作为一代帝王啊 绝对是雄才大略 和历史上的隋阳帝啊 确实有了一比 似乎他在武略方面呢 比那个隋阳帝呢 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历史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完颜亮是金王朝啊 封建化真正的建立者 正是由于他十年来的悉心经营 最终呢 根除了金国奴隶制色彩蒙厚的 那个部落制制度 也就是为后来圆明清三代 留下了一号完整的封建行政制度 金宋百年对治期间 真正努力争取南北统一 而且真正能够施行的 只有完颜亮和岳飞这种人 从历史角度看呢 完颜亮对统一目标的接近 要比岳飞近得多 可惜呢 当时的金国后院起火 完颜亮呢 就在金国国内搞事情 完颜亮部下呢 这些将帅当时家属都在中都 这也使得当时完颜亮非常急躁 非要强行过疆 破釜存州 想把南宋先给灭掉 而当时完颜亮手下的将帅也深知 如果时间再突然下去 自己这些人在中都那些家属呢 都会被那完颜庸啊诛杀满门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人呢 只能把那完颜亮杀了 也是当时他们唯一的出路 完颜亮登上地位之后呢 实际上从1949年到1956年 用了不到十年时间 就完成了金国的封建化进程 确定了当时的中央集团制度 突然之间呢 这铸模一般 一统天下的执着念头 就天天缠着它 在大兴土木的同时呢 他又仓促的集结几十万大军去攻伐南宋 在此期间 这完颜亮的心目当中 到底想的是什么呢 首先这完颜亮继位登基 他不是以正常的手段当皇帝的 他是在试杀了他堂兄金西宗的 这样的情况下当了皇帝 得背不正 所以呢 真正想要那些女政贵族和大臣 从心底啊扶着自己 完颜亮就必须啊 建立个不适之功 由此呢 来给他自己的合法性做背书 第二呢 金国当初崛起的过快 突然啊就吞辽灭颂 成为中原和塞外的主人 实际上还是面临着 不能消化胜利果实这样的危机 当时中原的江山没有坐稳 那么金国在草原地区呢 面临着更加野蛮邻居的威胁 当时蒙屋啊 达达啊 这些草原部族 一直就对金国虎视眈眈 蒙屋呢 就是蒙古千山 达达呢 就是塔塔尔部族 面对这些啊 勃勃雄武的草原部族呢 已经封建化和汉化的金国呢 最终只能送钱送东西 才能取得暂时的边境的平安 特别是在湾安亮做皇帝的时候呢 那达达部 不时的派出骑兵南下 攻略金国的边境地区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湾安亮呢 迁都中都 西新京营中原地区 攻伐南宋 目的呢 就想积攒力量 先易后难 最终呢 想要亲自解决 来自这些草原蛮族的威胁 第三呢 湾安亮大举伐送 他就想啊 在这战争过程中彻底拆分 吕珍那些顽固故族们 那些固有的关系网 同时呢 用军功来赋予那些一直拥护他 进行深刻汉化那些改革派兵权 彻底解决原先金国内部的保守派势力 第四呢 实际上从湾安亮的堂兄金西宗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改制了 金国呢 已经日益抛弃了女真的救治 已经开始了全盘汉化的过程 那么也正是在这个汉化交替的节点呢 女真人先前那种勃勃上武精神就开始退化 因此湾安亮就必须抓住一个历史端口 必须趁着金国女真人 还没有完全退化之前 赶紧的以他强大的军事力量 把南宋灭掉 而后呢 再以江南和中原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呢 击灭高丽和西夏 从而统一天下 实际上当时的南宋综合国力 是在金国之上的 但是由于从北宋之期开始 多年以来 南宋北宋文田武西 加上北宋刚刚亡国那种惨痛遭遇呢 包括宋高宗本人 包括手下那些大臣 那些投降主义 南宋当时这种综合国力啊 都没有及时转化为军事实力 对此呢 万安亮实际上是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 他就知道 如果自己再不出手 等再过一些年 南宋经过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 肯定会国力越来越强 那阵女真金国 想要再去攻伐南宋 那阵就没优势了 第五呢 万安亮本人是个高度汉化的女真皇帝 他很想彻底摘掉他自己头上那遗笛的帽子 成为真正的堂堂中华之军 可惜呢 府间的遭遇和虽阳帝的衰运 全被这万安亮赶上了 不仅在出兵之时呢 就有当时救辽国的力量开始反叛 而且呢 祸起萧强 同为金国皇族的万安庸 也趁机而起 就给了他致命一击 万安亮被杀之后啊 金军全军匆忙撤退 几乎啊 就是向北方的一路溃逃 与此同时呢 金朝内部就在万安亮起兵前后 前前后后啊 到处都有起义 包括当时这个新旗级参加那个 耿京领导的汉人起义 就发生在济南附近 当时就有几十万汉人参加 那么在万安亮的大军到达淮殿的时候呢 耿京就派人联络南宋 后来呢 这支起义军的大部分人马 就在新旗级等人率领下投奔南宋 除了耿京起义以外 金国当时呢 还有大明府把这王有直起义 大明府呢 就今天河北的大明县这附近了 这次汉人起义 后来就遭到万安亮手下有个大将 金国都统万安邪野 他的残酷镇压 当时这个万安邪野率领金军啊 屠杀当地军民三十多万人 足灭了一千七百多家汉人大族 起义失败之后呢 起义的领导者呢 王有直率领残部 投奔南宋 金国内部不仅是汉人有起义 也爆发了不少契丹人的起义 从政隆五年开始 就公元一六年开始 当时末北边境地带那个契丹人啊 他也起义 为什么呢 他怕这些南丁被蒸发之后呢 留守当地的老肉妇孺 会遭到附近末北蒙古部族的夹击 岩森就拥戴萨巴为首领 聚众反金 这一部契丹起义军呢 一度啊 还攻克了寒州和贤平土 弯亮当时就派大军镇压 当时那萨巴呢 还打算呢 就率领手下人马 投奔西辽 但那手下绝大多数契丹人 就不愿意离开故土 当时那萨巴的部下 一拉窝窝 而就把萨巴给杀了 萨巴起义最终肯定也失败了 但是也严重动摇了 那金国当时啊 在边境地区 防备蒙古的这个边境防线 把这个力量也削弱了 不久之后呢 金国的东京辽阳附近 又发生了契丹人 阔里领导的起义 湾严亮呢 当时就派留守东京的 这个湾严雍 评定阔里起义 正是凭借这个机会 这个湾严雍呢 最终在辽阳聚集了三万五千人 有了这一部军事力量之后呢 湾严雍在10月7号 就在辽阳正式称帝了 改元大定 而且当时下诏金国国内 宣誓完颜亮的罪恶 废除完颜亮的地位 把他贬为海灵王 最后呢 还宣布废完颜亮为庶人 完颜亮被杀之后呢 金国完颜雍还没有坐稳地位 那么从前线回撤的金国大军 是一路溃逃 金国当时处于风雨飘摇当中 南宋老臣张俊 当时就给宋高宗照顾上秘折 希望宋高宗趁机恢复故土 而当时担任殿中示意室的陈俊清 就认为呢 当时南宋军队出击之后 既是得道故土也守不住 不如把先前对金国称臣大共 这方面的名分上 跟金国争取一下 尽可能的减少 对金国每年给予他的碎币 当时担任平江千畔的 有个叫梁克嘉的大臣 还写信给陈俊清 怎么表示呢 敌随退 武兵力未振 不量力而动 将有后悔 而当时担任南宋礼部侍郎 那个叫金安杰的大臣 也给赵构呢 呈上了三册 那三册呢 进取招纳备首 实际上当时的所谓的备首 就是进取和招纳的基础 也就是说呢 金安杰还是希望宋高宗 要保守一点好 就认为当时还不是进取恢复的好时机 殿中示意室吴福和张俊的意见是类似的 他就上书劝宋高宗欲驾亲征 当时余允文呢也上书 陈述啊 收复两怀的三种策略 但当时这封苏奏呢 没有送到这个宋高宗面前 第二年正月宋高宗就委任余允文啊 任川陕宣御史 离清前呢 余允文又向宋高宗啊 这个建言 就说啊皇帝也咱们应该趁此机会 恢复大宋江山 从上面这番讲述呢就可以见出呢 南宋朝廷啊 当时那些大臣呢 有些人认为应该趁机收复故土 也有些人呢持保守意见 就认为当时的条件根本就不成熟 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就万安亮金军溃退之时 南宋军臣是没有趁机大局反攻金朝 最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当时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宋高宗赵后啊 始终没有恢复之志 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就维持现状 保持他自己的皇权稳定 偏安一遇 当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南宋在当时啊 特别缺乏将帅人才 我们想一想 这前面南宋和这万安亮打仗 不是刘齐这样的老将 就是余允文这样的文臣 军事人才非常匮乏 因此呢 当初万安亮南清一开始 南宋淮南和江北的土地 马上就遭到金军的占领 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 白安亮仅仅在两个月之后 就在这个金国内部的兵兵当中被杀了 而当时的南宋呢 对金国发生的突然事件 既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所以呢 最终南宋是错失了这一次 恢复故土的最大良机 在当时的情况下 无论是南宋罚金 还是金国罚南宋 绝对都是两败俱伤 还有这个特别是金国边境 当时蒙古那些少数部族 包括塔塔尔对他们的侵袭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因此呢 都是两面受敌 此外呢 当初金国灭辽 虽然说一过程当中摧苦拉朽 但是呢 并不彻底 一直到金国灭亡 他境内的契丹人 一直没有停止过抵抗 由此可见呢 金国在这个国力鼎盛的时候 一块打块 确实是有胜算的 但是呢 逐渐封建化 汉化的金国 到了这个中后期 你要想一举消灭南宋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所不知道的宋辽金下小知识 金国的耶律元义 虽然两次被刺行为蜿蜒 但他到底是不是金国皇帝的 哎 心上忠臣呢 上一集我们就提到 杀蜿蜒量的重要人物 谁呢 耶律元义 就是那位被改姓为蜿蜒的 原来的契丹人 实际上他也叫这个蜒蜒元义 耶律元义 有两次被刺行蜒蜒的这种经历 耶律元义的父亲呢 叫耶律慎思 在天府七年 蜒蜒宗旺 追赶了辽国的天造地 这个时候呢 这耶律慎思啊 就潜到金阳去投降了 而且还报告说 西夏国派军队啊 准备迎接 这辽国的天作地 马上这个天作地 就要渡河去西夏了 湾安庄这个时候 马上写信 吓唬西夏国人 给他们讲明 祸福利害 结果那西夏军队 才没有敢 接这个天作地过河 由此呢 这个人就立功了 因此金太祖 就赐予这个耶律慎思呢 改姓蜒蜒室 那么冤立元义呢 也跟他爹改姓蜒蜒了 叫蜒蜒原义了 到了公元151年 这个金朝的皇帝蜒蜒亮 又下诏 命令凡事 被赏赐蜒蜒姓氏那些人 都恢复他们原来的姓氏 因为这个是这个金国的这个帝氏的姓氏 别人不能随便姓 由此呢 耶律元义 又回复到他本性 耶律 叫耶律元义了 到了公元1161年 耶律元义 还率领一些人 把这个蜒蜒亮的皇帝给试掉 试杀了 然后呢 他又往北跑 投靠了金世宗 转年 公元162年春天呢 耶律元义入朝 就拜见蜒蜒雍 就是金世宗 由于把蜒蜒亮给杀了 立功挺大 因此呢 当时这个金世宗 就拜耶律元义为平章正式 还封成为纪国公 又赐给他玉带 包括一处大宅院 重新呢 又给他赐姓蜒蜒 因为他先前蜒蜒亮 已经把那个蜒蜒氏 这个赐姓给收回来了 到了公元1185年 蜒蜒元义的儿子 蜒蜒西涅阿卜 他这个晋升为这个福宝之侯了 这个时候呢 这小伙就请求 要依着女真族人的惯例 要牵官 结果呢 金世宗就看到这奏表了 就忽然要想起这事了 就说了 当年先帝赐姓 只是一时之权益 因此马上下诏 命令这个蜒蜒西涅阿卜 还回他的本性 你还姓耶律吧 蜒蜒西涅阿卜 当然不敢抗旨了 只好又改回耶律市 由此一来 耶律家族 他们就失去了尊贵的 先前的蜒蜒式的贵族身份和地位 耶律元义这个人还挺实实物的 你想在金世宗继位之后 当了好多年的高官 后来他改任东京留守的时候 就上表 怎么表示呢 就向皇帝请求先前赐给自己宅地 要归还给公家 金世宗当即就答应了 没过多久 耶律元义又辞官了 很快就在家中病死 从耶律元义两次被赐姓 两次又被收回 这个赐姓这个过程当中 就可以看出 赐姓只是金国皇族统治者 在用人之际以示幽宠的手段 以此来换取对方的忠心 当然也没有到什么狡兔死走狗烹这个地步 你看这耶律元义 后来他肯定到落寞了 就提出归还宅地 实际上也是一种最后的试探 没想到 因为皇帝金世宗 马上毫不客气的 把那大宅院 那些田地什么都收回去了 由此可见 这个耶律家族 并没有他性过蜿蜒 就拥有真正的女真皇族身份 实际上 在这些女真皇帝眼中 这些人还是属于彻头彻尾的外人 没一说中国史 说就是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 我在经历了两代帝王的残暴统治之后 也迎来了一位民主 金世宗完颜庸 但是他还是喜欢在国内口民族歧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又是一步一步如何收拾金朝 战后的残疾呢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说起南宋的皇帝 那谁最会享受呢 赵高 金国皇帝万恩亮 还这次南亲呢 让赵高明白 南宋呢 应该是已经走在下坡路上 于是第二年 他就宣布呢 自己光荣退休 让他干儿子赵慎当接盘侠 在此之前呢 宋高宗呢 实际上培养了两个候选接班人 一个是呢 当时还没有改名的 这个赵慎 就当时是浦安王赵源 另一个呢 是恩平王赵俊 但赵俊啊 最后是因为没有通过考试 哎 被刷了 赵源呢 后来就成为后来的宋孝宗了 改元赵慎 赵构当上太上王之后呢 很长时间呢 就处于那种半退休状态 大事呢 他做主 小事呢 由这个儿子干儿子赵慎呢 带为处理 赵构这个人胆子特别小 哎 这人眼光还真不错 赵慎二十多年如一日 哎 孝顺的赵构 给这位太上皇的亲爹 退休工资一个月就十万块以上 更别说每年生日啊 这个节 那个节 赵慎呢 另背大红包 来孝敬他 赵构呢 也一直感叹 自己呢 没有托付错人 赵慎 这宋孝宗呢 还让他开创了前纯之志 这种的高光时刻吧 就等于他是南宋啊 最有为的帝王 无独有偶 哎 南宋这边啊 有这个宋孝宗 北方金国呢 这些老百姓 在经历了两代帝王的残暴统治之后呢 也迎来了啊 一位民主 谁呢 就人称小瑶顺的金世宗万严庸 万严庸这个皇帝呢 金国皇帝 能力挺强的 但是呢 他还是喜欢在国内搞民族歧视 哎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金世宗 他又是一步一步如何收拾金朝 战后的残局呢 我们这一集会仔细讲啊 细讲之前呢 还是那句 大家多发弹幕 多多和美老师交流 金世宗万严庸的爹啊 叫万严宗甫 但后来又改名万严宗瑶了 这个万严宗甫呢 是金太祖万严孤达的第三个儿子 万严宗瑶呢 是早期女真皇宗当中呢 挺有头脑的一位王子 当年那万严阿古达啊 率领他那几个儿子出征的时候呢 万严宗瑶就主张 以汉治汉 相比当时啊 那些万严宗汉等人 推行那种杀戮政策 真是沾汉啊 这个万严宗瑶要温和的多 天慧十三年呢 就公元一三五年 万严宗瑶就病死了 而当时的万严雍呢 只有十二岁 他的母亲李氏呢 是出生于辽阳渤海大族的汉族女人 所以说这个女人呢 对这个万严雍啊 也是教导有方 相比别的女真王子呢 这位万严雍 青少年时代 他就性格沉静明达 善于其社 金西宗黄统年间呢 万严雍就被封为葛王 还充当兵部尚首 万严雍啊 篡夺这个皇位之后呢 对这个万严雍实际上 一直挺猜忌的 为什么呢 万严雍这个人啊 知文知武 在女真归族当中的威望也挺高 所以万严雍对他一直是不放心的 而当时万严雍他的王妃 乌林搭氏 就经常劝万严雍 啊 像皇帝 你就把你所有的奇珍异宝 都给他 都献给他 由此呢 你看那万严雍继位之后 杀了好多宗士 但是呢 万严雍作为非常重要的皇族宗士 一直呢 没有被杀 特别是几年以来呢 万严雍不停的给自己进县保护 因此万严雍对他的那种一技之心啊 慢慢啊 就醒了 后来呢 万严雍就任命万严雍为东京留守 下诏呢 让万严雍的王妃 乌林搭氏入京为人质 实际上啊 他也知道乌林搭氏长得漂亮 也想对他欲兴不轨 深知万严雍的皇帝好色成性 为了保全丈夫性命呢 乌林搭氏不得不辞别丈夫啊 单身进京 就在距离中都七十里附近的时候呢 上吊自杀了 万严雍和自己妻子乌林搭氏 两人感情特别好 得知爱妻死讯 他当时忍辱负重 又怕皇帝万严亮惦记自己 等于就是他没有亲自到当地 调记他自己的妻子 只是派手下人啊 到了这个地方 草草的把他爱妻埋葬了事 万严雍虽然多年以来 一直装的挺逊顺的 皇帝万严亮对他还是不太放心 就派他自己的心腹高春福 任东京副留守 等于就监视他 后来呢 万严亮自己率领主力南亲 天怨神怒 万严雍就在东京设计杀掉了高春福这些人 在手下人拥立下呢 登基为帝 也就是后来的金世宗了 万严继位之后呢 改元大定 马上下诏 废除万严亮的他的帝位 从此呢 就开始他自己的二十九年的帝王统治 万严 之所以能够在当时 这个万严亮啊 那个皇帝还活着的时候 他就顺利的登上帝位呢 绝非偶然 作为女真王子呢 他一直就有着治理地方的战武经验 深知力智得失 而当时万严亮啊 所统领的伐宋战争呢 根本就不得人心 金国上下 得从上到下都反对这场战争 由此呢 这些内外的有利条件 都为万严雍啊 登上帝位提供条件 虽然万严雍胜利的登上帝位 但当时金朝啊 也是内忧未患 那里呢 有金朝贵族互相争权夺利 外面呢 又有金国各地啊 那些各部族的那些人民起义 万严雍登上帝位之后呢 一反先前 金西宗 万严胆 还有包括这个万严亮 他们俩滥杀女真宗室的这种做法 他马上就表示 拥护宗室贵族的利益 而且还对万严亮手下先前的高官呢 采取宽容大度的政策 同时呢 他还下诏 隶属外面亮先前 就杀徒丹代后啊 杀害金太宗的子孙啊 包括杀害外面宗汉 外面宗毕啊 子孙的那些做法 给那些人等于都平反 先前外面亮试掉金西宗外面丹之后 那不把他废为东昏王吗 哎 他也给纠正过来 给这个外面丹呢 加嗜好为西宗 而且把他改葬司令 同时还下令 把先前的被外面亮毁掉的 惠宁府的宫殿全部加以恢复 还恢复了惠宁府上京的称号 不久之后呢 外面宗还多次下诏 对那些先前被外面亮 无辜杀戮那些大臣的家属 全部恢复名誉 还派人到各地 访求那些被杀大臣的遗骨 当时那些人杀了之后 不都胡乱的 都抛弃草草草地了吗 哎 在这都找出来了 一一加以后联 金世宗所有的这些措施吧 对于当时安府和笼络女生 宗氏贵族啊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不仅如此 他甚至对于原来那些反对过啊 他自己 但是人品挺好的 一些有才能的大臣 也能做到既往不咎 而依然对杰山加以重用 比如歪延草时期的丧书佐成 担任右领军大都督的 何时列治宁这个人 这个人呢 曾经在歪延庸继位之前 率领手下人马呢 准备去攻打过湾延庸 湾延庸在东京继位之后 都当了皇帝了 又派出使者 争取这个何时列治宁归顺 但这个人在当时呢 就忠于湾延康 不仅不归顺 先后杀死金世宗派去的九个使者 耳后的湾延庸坐稳地位 因此派出军队呢 把这个何时列治宁啊 给收服了 活捉他之后呢 不仅没有杀他 还对这个人加以委任 日后呢 金军和南宋打仗 还正是这个何时列治宁 率领金军 取得了金国的府立大捷 恰恰就是由于金世宗这个人 不计前嫌 这个不计前怨 使得先前万安亮 手下的不少女真贵族和官员呢 愤愤地来投奔他 因此他就很快稳定他自己的统治地位 称帝之后呢 金世宗万安庸 整理内政发展经济 巩固皇权 与民休息 金世宗大定二年 就公元162年 他把来自中原参加南征那些部军呢 都遣返回家 派官员呢 到汉人起义密集的山东地区 招呼万安亮时期 因为当时这个迁军啊 而引发的那些农民起义 而且还颁布法令 就表示说 先前参加起义的那些汉族农民 你只要及时归农啊 一概赦免 到大定三年 对那些移居中原的女真人户 但凡父兄子弟都在兵武的 也遣放一个南丁回家啊 进行农耕 大定六年啊 这个对南宋的战争啊 刚一结束啊 双方签订合约了嘛 金世宗就下诏 放还大部分人在军楼的兵士 在宋金边境呢 仅仅留下六万兵士啊 在那里数倍 经济方面呢 完安庸又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招收流亡无力的农民啊 开垦土地 减轻农民的负担 在他统治期间呢 金国的税收不积十一 号称什么呢 两税之外 一无横廉 使得当时好多汉族百姓啊 也对金国真心归附 同时呢 金世宗本人啊 功字节俭 不上奢华 他不仅严于绿极 而且还严肃的 管束金国那些王公大臣 所以在金世宗统治之下呢 不到几年 金国国库就非常充实 民间殷父 万严庸继位的时候呢 金国的全国人口呢 只有三百多万户 二十年之后 增加到六百七十多万户 等于是增加了一倍还多 由此呢 在金国的九个皇帝当中 只有这个万严庸 相有小遥顺的美称 后来呢 金世宗万严庸 被这个皇太极啊 康熙 包括乾隆 这些清朝皇帝呢 极大的加以推崇 就是因为啊 万严庸在金国国内 推行封建化的同时呢 他一直是反对全盘汉化 万严庸当时非常清醒的认识到 如果女真贵族 不加辨别的吸收过多汉文化和习俗 就会导致女真族呢 丧失她的尚无本性 进而腐化堕落 当时的金世宗啊 就像他身边的大臣 当时任又坚毅大夫的 还是个契丹人 那人叫姨拉子敬 就流露过他自己的想法 他怎么说呢 王辽不忘旧俗 朕以为是 海陵习学汉人风俗 是忘本也 若依国家旧风 似敬可以无欲 此长久之计也 大定十一年之后啊 就公元一七一年以后 金世宗就频频在国内啊 强调维护女真救赎 在大定二十四年 就公元一八四年三月 金世宗呢 又亲自率领他的皇子皇孙 回上京惠宁府去寻根 而且还在那金太祖文阿古达 起兵的那个地方呢 树了一块大碑 什么大碑呢 大金得胜驼宋碑 碑文的内容呢 就大力弘扬女真民族精神 直到转年九月呢 金世宗才率领这批人马 返回到中都 作为女真民族传统的一种坚定的捍卫者 金世宗呢 为了保存女真文化 还绝对是用心良苦 他呢还下诏 禁止女真人改汉姓或者穿汉服 大力提倡 节俭帅直 骑舍力田 等所谓的女真救赎 同时明明白白的反对奢华 狡诈 以及不适生产等等恶习 万恩庸当了皇帝之后呢 一直倡导女真人 宣传和使用女真语 女真文 而且还兴办呢 女真自学 创立女真进士科 而且他还下诏 让大臣们呢 把这个儒家经典啊 翻译成女真文字 特别是当时那种女真进士科的创立呢 不仅仅是为了保全女真文化 金世宗的目的就是想把女真文化 发展成为一种能和泛文化相匹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体系 在大定四年开始就公元164年了 金世宗就下诏翻译汉文典籍 先后译出了周易啊 尚书 论语 孟子 春秋孝经 老子 文中子 刘子 包括史记 汉书 新唐书 真冠正药等等吧 十一种啊 这样的儒家典籍 都翻译成女真语 而后呢 他还下令把那些译著作为女真自学的教科书 搬行到全国各地 这种以女真文字来翻译汉人的儒家经典 最能体现金世宗的文化主张 什么主张呢 就女真人普世无华的传统美德 要和儒家的价值观念啊 契合起来 从这个角度看呢 金世宗呢 还是很乐意接受儒家文化的 那么他真实的目的呢 就在于把儒家这个论理道德观念 移植到女真文化当中去 而不是呢 让女真人呢 抛弃本民族的文化 来全盘啊 汉化 我们说的这些呢 可能好多人就觉得 你看完颜庸这个人 能这么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个女真这个文化挺有想法的 挺有仰光的 但与此同时呢 实际上金世宗他也交往过正 他就有的时候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了 什么极端呢 就搞歧视 排外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当时金国国内 除了女真的全盘汉化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女真族的贫困化 而女真族贫困化的原因呢 实际上还挺尴尬的 因为女真啊 灭辽 灭宋太突然了 连他们自己呢 都来不及反应过来 所以说他们没有任何统治汉地这个心理和政治准备 因此呢 女真在当时就不像后世的满清那样 一开始呢 就在北方进行圈地 那么刘裕的尾齐建立之后呢 对于汉地人民的强掠行为呢 逐渐减少了 当金国把女真移民送到汉地之后呢 就忽然发现 当地的汉人呢 已经占据了大量土地 而这些后来的女真军民 已经不可能像先前蒸发北宋的时候 对这个占领地的这个汉族这些军民进行强行的掠夺 因为从当时法律上来讲 这些汉人也是大金子民啊 所以这些只能硬着头皮去开荒 但真正干起活呢 这些女真人又发现 他们自己农业素质太缺乏了 太低了 因此大量的女真军民就日益贫困化 我们要知道在金朝的女真人 是作为统治民族的 因此呢 金世忠就不可能让自己的同族面临经济崩溃 因此呢 他就对当时的这个汉民进行扩地 也就是说呢 以国家强制的名义 强行收购 实际上就甚至掠夺汉人的土地 然后再租给女真人耕种 在金世忠时期啊 这个女真人口还没那么多 因此这土地问题还是有弹性的 但到了后来的金章宗 以后那种金国的扩地 等于就是强行掠夺汉人的土地 因此呢 最终激起了洪傲军的起义 洪傲军起义就是汉人失地农民起义 我们前面也说了啊 金世忠是小瑶顺 但他毕竟啊 这个人啊 还是金国的封建君主 他在位期间呢 或多或少 在金国国内 对汉族契丹族啊 那些民族吧 实施民族歧视 还有压迫政策 一直呢 还是例行女真为本的这种所谓国策 为了照顾女真同族人的生计 他下诏 一再居阔汉人的土地 给女真族这个猛安谋客户 从而导致呢 河北等地汉人 和女真人之间积怨特别深 金世忠手下有个尚书右层 叫唐阔安礼的 这个人啊 是一个非常汉化的女真人 当时他就进阶 说什么呢 蒙安人与汉户金皆一家 彼庚此重 皆是国人 继日千军 孔方农作 金世忠呢 听后也大怒 历声责骂啊 这个唐阔安礼 朕为清有知识 美是专孝汉人 所以一家者皆一类也 女侄汉人 其时则二 朕继位东京 契丹汉人皆不枉 为女侄人携来 此可谓一类乎 从金世忠这番眼泪 就可以知道 他骨子里啊 实际上根本 把那汉人和契丹人啊 根本就不把他们一视同然的 他自己认为的国人 那就是女真族人 金世忠呢 他不仅对汉人有防备之心 对于契丹人也是身怀戒备 我们要知道契丹问题啊 是万安亮时代就留下来的 金世忠后来实际上他也没有处置好 当初金国初见 就在灭北宋的过程当中呢 他国内的契丹族和西族呢 算是属于金国的二等农民 在当时契丹啊 一直是女真的最狗号的朋友 在征服北宋战争期间呢 契丹的军队也出力特别多 发挥过特大的作用 所以当时啊 对女真和契丹关系挺好的 但后来呢 万安亮为了男亲到处征军 因此呢闹出了边境地区啊 契丹的农民起义 这就标志着契丹和女真这两族之间啊 决裂了 金世忠继位之后呢 对于契丹人 虽然号称是绞虎并用 实际上总体来讲啊 对契丹的契丹族群 一直采取是大肆屠杀的政策 从此之后呢 契丹就成为女真经国的死敌 这种双方仇事的情况就一直延续 一直持续到蒙古军队到来 双方就一直在打 金世忠当时平定了契丹各地的起义之后呢 一直采取高压政策 甚至呢限制契丹成年人用马 命令契丹人啊 只有六十岁以上的人 你才能用马 才能骑马 由此啊契丹部族 对女真经国的怨恨 一直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都会爆发 长期以来从金世忠开始 这个金朝防范契丹的另一个演换是什么呢 就从此之后 金朝军队 除了女真部族的军队以外 再没有合适的游牧民族 作为他们忠实的同盟军了 因此呢 当边境的蒙古部族崛起之后 金国就不得不开始使用丢军 丢军呢 本来就是金国啊 草原边境地区那些小部落 这些驻丢军马 和先前契丹兵马的实力 和号召力完全就不是一档次 由此呢 金朝也就逐渐上失了 完全控制草原部族那种军事能力了 草原亮呢 当初他就是想急于摆脱他固有的身份 与他不同 这草原庸从嫩心是非常认可自己的女真身份和民族文化的 这两个人呢 同样都是数子出身 走的路呢 却是天差地别 草原亮就一起想靠武力 一统天下 就让世上再无南北之分 万安雍呢 这个金世宗呢 是以文质守成 而使本民族呢 逐渐走向复兴 可惜这位金世宗 从一开始 得他就把路给走窄了 他这种没有包容性的统治呢 根本就无法使他的金国国家真正的壮大起来 无论如何吧 金世宗在位近三十年 金朝国力确实增强了 国内的矛盾啊 包括民族矛盾相对减少了 特别是呢 他还允许女真和汉人通婚 而且呢 从他开始 也进一步相信和利用了 汉族地主的力量 啊 即所谓当时的宣称的 翻汉一体 在这一点上呢 显然他比起后世的满清啊 套更懂得国情 正是由于金世宗万安雍 啊 他这个在位期间 近三十年这个善政吧 也使得金国中后期 大批金国国内的汉族人 对金国呢 能够建立起比较 强的这种国家认同感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告命夫人很荣耀 告这个字啊 作为亡命文书 我开始于西州 那么告命夫人呢 作为官员的妻子啊 或者母亲的这种封号吧 实际上是在唐太之后才形成的 在此之前呢 经过君主正式册封的官员的母亲 或者是妻子吧 这些女性呢被称为命夫 其中呢 宫廷中嫔妃就属于内命夫 那么外庭官员的老婆呀 妈妈呀 获得册封呢 称为外命夫 直到唐太之后呢 告命夫人呢 等于就成了外命夫的专用称谓 宋廷中正合二年 外命夫封号呢 正式定为九等 国夫人 郡夫人 淑人 术人 令人 宫人 义人 安人 儒人 那么告命夫人呢 是有严格的品级之分的 一般来讲被封为告命的品级 和她丈夫的官阶是相关的 比如说朝廷一匹官的母亲 或者妻子一旦受封 就是一品告命夫人 那么一品告命夫人呢 是可以在重大的节日啊 什么那些时候呢 受到皇帝或者皇后的邀请 能够入皇宫 参加一些和皇后主持的一些宴会 据说从宋代开始呢 凡是文武官员的什么千改直至 醉增大臣 贬发有罪 丰增官员 包括丰增官员的祖父妻士 都用告命的 也就是说呢 宋代皇帝下发的告命 不一定都是升迁令 其中也有一些贬折令 当然了 封告命夫人的告命 肯定绝对是 这个荣誉嘉奖令 那么受封的告命夫人 难道只是个荣誉称号吗 哎 还真不是 有实际的 比如在礼仪上呢 这个告命夫人呢 可以见官不贵 经济上呢 还有享有她自己专门的凤容 但这个愤怒也是按这个告命品级来发放 即使日后 比如她老公死了 家道中落 这个告命夫人呢 也有一些经济来源 能够维持生活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 你在宋朝 这些官员的妻子啊 或者是她母亲啊 得封为告命夫人 实际上挺体面的 有了告命夫人 这样的封号 实际上啊 你就在这个北宋或者南宋 这个上乘的这个贵妇社会啊 你有了通行证 不仅能够靠这个告命夫人 还这样的这个资格吧 拓展人脉 而且绝对还能连上这18G的网络 基本上啊 没什么八卦是听不到的 你这个告命 这个月高 获得的消息就越多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这位辛企吉啊 他不仅仅是一位能够 吴文怒墨的这样一个词词 他还是一位呢 能够挥舞军旗 带兵杀敌的抗金将官 他的一生世纪 还又和南宋那个赵总的年代 有了怎么样的千丝万里的联系呢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说起宋朝的大文人呢 前面我也和大家聊了 苏东坡啊 苏氏先生 呃 这位苏先生呢 绝对是豪放派这个 诗词的祖师爷了 那么在他啊 逝世之后的哎 39年 我们又一位语言书上啊 啊 经常出现的大咖 哎 他出生了 谁呢 他就是人称 慈中之龙的辛企吉 辛企吉自幼安 浩驾轩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呢 他是以慈父闻名于世的 提到宋慈啊 除了苏东坡以外 尤其豪放派的啊 那就是辛企吉了 但如果我们按照人的啊 这一辈子的工业算啊 辛企吉的排名 我觉得啊 应该要比苏氏还要靠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位辛企吉啊 他不仅仅啊 是一位能够五文诺墨的 这样一个辞客 他还是一位呢 能够挥舞军旗 带兵杀敌的抗金将官 正是因为呢 他有这份独特的 哎 军事履历 在我心中呢 我觉得辛企吉啊 绝对是宋朝文武双全的第一人 那么辛企吉这个人 如何从一介五夫 哎 转变成为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 大咖巨咖之一呢 他的一生世纪 哎 又和南宋那个躁动的年代 有了怎么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从这一集开始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辛企吉 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呢 哎 梦回吹角莲莹 追溯一下那一段我们熟悉陌生的历史 了解一下呢 辛企吉波兰壮阔的一生 在每一集的这个节目最后啊 我还是精心给大家准备了历史小彩蛋 分享你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如果大家呢 哎有什么问题想问 特别想知道的 有趣的什么 挨炸的问题呢 欢迎在弹幕里呢 和我互动 我们今天要讲那个大词人大英雄 辛企吉呢 本来他还真不是南宋人 他是北宋王国之后啊 在金国占领区长大的这个汉人 公元1140年5月呢 辛企吉出生在山东济南府的历城县 也就是今天的济南市历城区 辛企吉的父亲呢死得很早 他是由他祖父辛赞抚养成人的 辛赞当时也是个官 他是金朝的地方官 知开封府 官职呢还真不低 辛赞呢 当时虽然做着金国的官 但他本身是个汉人嘛 因此呢是念念不忘啊 归佛中原 所以说辛企吉从小呢 就从他爷爷那里接受了系统的 爱国主义教育 辛赞的新老汉 常常带着儿孙呢 登高望远 指点江山 追忆北宋啊 灭亡的那些岁月 讲述呢 哎 汉人丧失家园的千因后果 正在祖父的影响下呢 辛企吉从小啊 他就对兵法韬略啊 什么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 希望日后呢 自己能够这个率领一部分人马 复国 由于他出身于 哎 汉人在金国统治下的一种官宦家庭 自然呢 他就接受了优质的文化教育 哎 附中积累这个师叔文采啊 日后便和他丰富的军队商业结合 所以说就诞生了宋词当中 独一无二的 哎 充满了军事 战争 啊 兵马 这样的异象奇特的啊 诗词 我们上学时都背过 马坐低炉飞快 功如霹雳仙京 什么想当年金阁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等等等等 这些词都是人家新气急啊 亲自上阵杀敌 是用刀剑写作而成的 所以说您看 从真实的体验出发 才能创作出呢 真正打动人心的 这样的文字 从事文字工作的哎 朋友们 大朋友 小朋友 哎 你们不妨啊 从新气急先生他的创作经历里啊 也取一取经 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 新气急呢 也没有辜负他祖父啊 心赞的期望 从小呢 他就胆识过人 在他15岁和18岁那两年呢 他祖父啊 曾经交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 就是什么呢 趁着他到金人首都燕京 去参加科举考试嘛 趁这机会 让他一路上搜集情报 注意观察金人占领区的山川形势 而且呢 还把这些东西呢 绘制成地图 以备将来有一天呢 能够使用 那么经过这两次 哎 孤单英雄式的考察呢 新气急啊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啊 就对于金人统治区 他们占领那些山川形势啊 包括女争贵族统治者内部的那些 矛盾啊什么 他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后来呢 他人到了南宋 他就根据这些资料呢 写成了重要的军事论文 美秦时论 还有九亿 哎 当时呢 还上报给南宋皇帝 等于就为当时的南宋 提供了第一手的敌后情报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呢 新气急当时搜集的这些情报啊 并没有给他的祖父啊 心赞帮上忙 因为这位老人的新老汉 在1160年去世了 这一年呢 新气急21岁 那么在祖父多年的培养下 新气急已经锻炼出了勇敢和自信的一种品格 如今呢 作为金国官员的祖父去世了 啊 失去了金人的同时呢 实际上更加彻底坚定了 新气急啊 抗金复国的信念 那么接下来的新气急 何去何从呢 我们都知道 哎 史书在给伟人立传记的时候啊 基本上都会说几段玄乎的异象啊 特别是那些皇帝啊 啊 那些这个高人啊 高才啊 都会这儿 来证明这些人 建功立业啊 是天命所归 新气急呢 还真也免不了这个惯例 那么根据宋史《新气急传》 来记载 当时命运呢 也似乎给了他一个非常神秘的 这样的一个暗示 有一次呢 他和一个同学 党怀英 这个人在金史当中特有名 他们呢 就占卜 用那个草来占卜 结果呢 怀英欲砍 因流是金 新气急得离 遂决意难归 也就是说呢 这同学党怀英 得离砍卦 新气急呢 得以离卦 那么根据《易经》记载呢 砍乃北方之卦 离呢是南方之卦 由此呢 这个党怀英就决定留在北方了 后来他还真在金朝啊 做了挺大的官 新气急呢 就决意难归 也就是投奔南宋了 更巧合的是呢 新气急还真没等多久 和这同学呢 不占卜吗 补瓜 没等多久 机会就来了 什么机会呢 就是金国皇帝与完颜亮的南亲 公元161年9月 我们前几集也讲了 啊 金国皇帝与完颜亮呢 亲率60万大军 分四路 大规模南亲 准备啊 当时是在百日之内 就把宋国灭掉 但没过多久呢 这万安亮就被现实 哎 删了一大嘴巴 为什么呢 为了筹集军费啊 万安亮他在国内哼争暴敛 惹得各地人民愤愤起义 那么其中声势最浩大呢 就是山东济南府 耿晶领导的汉人起义 几段时间内 就耿晶起义军就发展到二端人嘛 还在梁山坡啊 这附近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根据地 由此呢 从小立志就收复中央的新气急啊 得知消息之后也是热血沸腾 在当地呢 他也召集了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 立刻率领这支队伍 投奔了耿晶 耿晶看到新气急加入自己的队伍 非常高兴 知道呢 他有文才 因此就让新气急啊 担任长书记一职 也就是他的高参 专门呢 负责起义军秘书处的一些工作 啊 什么写习文啊 起草文件了 等等等等 新气急这个人呢 确实是文武双前 啊 他当时跟着耿晶啊 上马鸡贼 下马草席 所以说在起义军当中 是干的风生髓起 而就在当时呢 附近的还有个叫异端的和尚 在新气急圈说下呢 也拉起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 投奔了耿晶 当时新气急啊 确实比较年轻 啊 这个充满了热情 所以说啊 他这个缺少啊 识人的这样的慧眼 就在当时啊 这个异端和尚呢 骨子里实际上是个投机分子 参加异军之后呢 混得不如意 哎 他转头就叛变了 于是呢 他就在某一天偷偷自己开溜了 你说你开溜就算了吧 顺手牵羊 还把新气急保管的 当时耿晶的那天平军大印 他给偷走了 耿晶当时大怒啊 就把新气急叫过来 你瞧你保健的这人 啊什么人啊 走就走了 把大印他给偷走了 那怎么办吧 耿晶怒急之下呢 还要对新气急啊 进行军阀处置 新气急也生气 他当时拍着胸脯对耿晶说 您给我三天时间 我一定要把这异端和尚啊 他或者他的脑袋 包括那大印 我全部都给您带回来 带不回来 您再要我的相上人头 耿晶想了想呢 又看了看新气急 觉得这小伙子啊 一向以来工作干的不错 啊 就给了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 于是就答应了 于是呢 新气急单人独计 纵马啊 就往金银方向飞奔 恰好就在半路 哎 拦住了那位正想投奔金军的这个叛徒 话也不多说 新气急啊 拍马一剑 把这个一哥安和尚 当时就杀死在当地 然后呢 割下他的人头啊 揣着那大印 然后就回到这个耿晶处啊 向耿晶复命 所以新气急的这种勇武过人 这样的胆量 在这一刻 已经是出现端倪 根据新气急 后来他的老朋友陈亮形容 新气急的长相也是非常独特 眼光有棱 足以照应一世之豪 背甲有富 足以何载四国之重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啊 新气急绝对是为美男子 而且是非常阳刚之气的那样的美男子 他的目光呢 炯炯有神 哎 锋芒逼人 可以照应天下的英雄豪杰 他的肩膀呢 肩厚有力 肌肉发达 足以藏载国家之重 我们前面也讲过 这个湾炯亮啊 金国的皇帝大举入侵南宋 国内呢 那湾炯庸自立为帝了 一指诏书 发往前线 发往各地 把昔日这个金国皇帝湾炯亮 就贬为海陵郡王子 一时之间呢 金军是军心大乱 湾炯亮呢 后来又在自己的军中 哎 被手下部将给杀了 金军呢 全部是慌忙撤退 湾炯亮一死 刚刚上台的这个金士宗 湾炯庸呢 看了看自己手下 刚刚到手的帝国呢 如果处理不得力 那政治压力太大 民间呢 又是异军风起 什么汉人啊 契丹人啊 到处起义 你看那在南面呢 南宋 又有大量的兵力 在边境地区呢 对自己啊 有非常大的威胁 于是呢 他当时就摆出一副 非常低调的姿态 来处理国内的这个事情 他一方面派出使者呢 向南宋求和 另一方面呢 他就招安国内的抗金义军 而且宣布大赦 说什么呢 在山者为盗贼 下山者为良民 意思是呢 只要你离开起义山寨 还能从前造反的旧账啊 咱就既往不咎 而原先在金国各地呢 不少义军呢 本来就是仓促集结 成分非常复杂 组织历性也差 因此呢 金国皇帝 万安雍金士忠这一招 攻心计一下来 一夜之间 许多异军啊 变作鸟兽散 由此一来呢 当时继续留在金国国内啊 这个抗战已经没有前途了 因此 辛细集就建议耿京 率领人马去投奔南宋 耿京当时觉得这个主也挺靠谱 就派出了他的副手贾锐 和辛细集一起呢 去到南宋 到朝廷去汇报工作 公元162年的正月呢 辛细集和贾锐 这一行人吧 11个人到达建康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而且当时在建康呢 还受到宋高宗的接见 宋高宗啊 见到辛细集等人呢 听说有一只规模挺大 身经百战的 这个在金人占领区的 这个汉人军队 来投奔自己 非常高兴 立马呢 封官行赏 任命耿军呢 为天平军节度使 贾锐呢 为敦武郎 河门之侯 辛细呢 也给他一官 当然年轻啊 封他为幼城武郎 当然了 这个官不大 当时是一个在南宋 从九品的这个文官 为了表示重视呢 宋高宗还专门下发了 正式的任命文书 和这个官员啊 享用的这种仪仗 而且呢 就是从书密院 还派了两个官员 带着一些任命文书 和那些仪仗啊 准备让这个两个官员 和辛细吉一起 亲自送到耿京啊 他的军中去 这一行人呢 走到畜州 再往前走 就是送金边界了 书密院那两个专员啊 他不敢继续走了 就让辛细吉和贾锐等人啊 你们先回到耿京那里 通知他来到南宋 当时占领的海州 也就是今天连云港啊 你接受啊 皇帝的任命啊 包括的仪仗啊 全部都给你 谁曾想辛细吉他们到了海州 一个消息啊 忽然传来 不是一般的消息 噩耗啊 什么噩耗 耿京已经被害了 原来就在这个辛细吉等人 在南宋安排 就是耿京转正的这个过程当中 齐军出现了一个叛徒 叫张安国的 他忽然就把这耿京给杀掉了 张安国这个人呢 原来他也是义军的头目 后来呢 他受金人的诱降 哎 叛变了 因此呢 就拿着这个耿京的人头 当了同名状 换来的呢 是荆国 哎 授给他一官衔 冀州之州 得知一向器重自己的 哎 这个大帅耿京 还遇害了 辛细吉是痛心疾丑 当时的消息 清天霹雳一般啊 但是呢 如今他们一行人 已经到了海州了 手头呢 也没有可战之兵啊 难道自己就这样 灰溜溜溜的又回到南宋 哎 坐个吉人篱下 能九瓶小阳光吗 还是从九瓶 辛细吉肯定不会 于是呢 他拍案而起 发誓 绝不会这样呢 含羞人耻的啊 回去见皇帝 没法交代啊 于是呢 就在当地啊 招募了五十名骑兵 然后向着金军的大营方向飞驰而去 而当时在冀州呢 有五万啊 金兵啊 包括这个扎恩国啊 从前那个义军吧 在这也变成伪军了 那降伏了金国的叛贼扎恩国呢 当时正在大营里啊喝酒 迷迷糊糊之间啊 这些人忽然看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 领着五十名骑兵 天降恶煞一般就出现了 帐中那些金国将领呢 也不知道啊 这人是谁 应该是被震慑住了 还是喝醉了 咱也不知道 反正就眼睁睁的 看这个小伙子 像抓小时候接着一样 那张国啊 从这个宴席之上低冷起来 然后呢一拳打晕 放在这个马背之上 突驰而去 我们想一想 什么叫虎胆英雄 这绝对是虎胆英雄 当时金国济州啊 距离这宋金边界淮水 还有好长一段距离呢 沿途呢 还驻扎不少金国军队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心气急 你想猜五十来人 速马贤眉 日夜兼程 一路狂飙到淮水 最后呢 愣把那叛徒张国 全心全语押到临安 然后呢 肯定处斩了 孤身入虎穴 这就是 新气急军旅生涯的巅峰了 这年才来做大 二十五岁 新气急如此的英雄壮举呢 也是引起了南宋朝野上下的巨大轰动 根据南宋那个文人红脉 夏宣纪 他写了一篇这样的一个文章 他就讲 当时的新气急呢 壮生阴盖 诺势为之兴起 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新气急啊 勇闯金盈 生擒盼 这种伟大的英雄气概 连啊 南宋那些懦夫 见了都会振奋起立 高宗皇帝见到他的封所呢 也是连声赞叹不已 而新气急身上这种英雄气概 自始至终在他一生啊 贯穿了他的军蕊生涯 也完全反映在他的词篇当中 我们看新气急有一首 浙姑天 壮碎惊奇 雍万夫 锦掺突击渡江出 讲的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举棋起义 而且在这个耿金当中统一上万人马 率领骑兵啊 身穿锦衣 渡江南下 那种情景 那种气势啊绝对是豪迈无比 公元162年6月呢 已经当了36年皇帝的当时的宋高宗赵构 退位了 他自己去德寿公啊 当太上皇去了 接替他呢 就是他的太子 皇太子 赵慎 赵慎呢 就是历史上的宋孝宗 宋孝宗呢 并不是宋高宗的亲儿子 他属于赵邝印一系 那个皇族的后人 宋孝宗这个人呢 在做皇子的时候 就当时对吉利主张投降的那个秦桧非常不满 他当皇帝之后呢 对面的敌国金国又正好是万安亮 被杀之后啊 产生内乱纳的情形 因此当时这个宋孝宗啊 就非常想收复失地 为婚亲二弟报仇学耻 所以呢 宋孝宗啊 他一面贬斥秦桧党人 一面下诏 为岳飞父子平反 对主张抗金的大臣呢 这些将领都为以重任 然后积极地进行北伐准备 星期级呢 他回到南宋之后呢 朝廷啊 就让他在江阴担任签判 大概就是现在一个地级市政府的副秘市长吧 这样一个职位 听说北伐在即 自己呢 却要治理地方上不了前线 星期级啊 当时是三分激动 七分惋惜 但同时他转念又想 凭借我个人 与金人多年这种交锋经验 我毕竟在金人统治区住了这么多年 于是呢 他就想海国咱们也得向皇帝提点军事建议 由此呢 他就向当时江淮地区的最高统帅 也就那宣服使张骏献祭 张骏是那文臣啊 他就说金贼有一个弱点 就是后勤补给啊 一直不到位 架不住长线作战 我们不妨呢 对症下药 先从观陕西京淮北和海上四路假装进攻 调虎离山 一旦金国在淮河防线的驻军分散开来 露出防守不弱的地方 我们再发动几万惊 攻其不备 直杀山东 等金军反应过来呢 调兵回防 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收复了山东 然后呢 以山东为跳板 趁机进军中原 直到燕京 但当时的新契级呢 毕竟只是一个江阴千叛 淫为言轻 张骏呢 收到书信之后 也是模棱两可 似乎呢 并不在意 第二年呢 宋孝宗就改元龙兴了 所以这次北伐呢 也叫龙兴北伐 同年正月 这张骏就被任命为疏密使 他就具体负责北伐的事情 疏密使主要是管军事嘛 张骏当时呢 还向宋孝宗 提供了他草拟的一份作战方案吧 其中有一条就是先取山东 由此可见呢 这条妙计 让当时的张骏印象深刻 虽然说他当时没有怎么回复新契级 实际上把新契级的这个提案呢 他自己先用上了 时光如梭 就在当时啊 距离先前屈辱 那个绍兴河一签订啊 已经23年了 那么南宋经过多年经营呢 如今是经济上比较发达 正觉比较稳定 老冤家金国呢 身陷内乱 国立已经呈现衰微之势 由于新皇帝已经表明了他自己鲜明的抗金立场 因此啊 在南宋国内失事好久的主战派 终于掌握话语权了 由此呢 南宋的这四北伐呢 应该算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但问题还是有 而且挺大 为什么呢 军队组指挥张俊 就不输密使嘛 这个人一向是智大才疏 先前宋高宗刚刚南渡的时候啊 这个人就多次误事 咱们从前都讲过 轻敌大义 那么这次北伐呢 张俊根本就没把淮河沿线的金兵当回事 所以制定的战略呢 也比较常规 就集中南宋在江桓方面的所有兵力 渡过淮河 直接啊和这金兵硬干 这种硬碰硬 比的就是啊 自己军队的士气和纪律 谁强谁弱呢 还真不好说 因为战场的形势啊 瞬息万变 无论怎么样啊 这个北伐这个事已经定了 那就且战且看吧 在张俊指挥下呢 南宋大将李显忠 还有邵宏渊 就开始出兵北伐了 那么南宋军队这一次北伐 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的主角心气急 在这场大的战争当中 它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就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炭花状元 谁更强 在古代科技制度当中呢 状元榜眼炭花 历来呢 就被视为 是这个中举千三名的这个代称 状元和炭花这两个称谓呢 在唐朝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因为你去京城参加考试的考生啊 都要投壮 那么最后啊 电视名列第一的就叫状元 榜眼这个称谓呢 在民间很早就出现了 但是作为科举术语 把这个广泛使用的是从北宋开始的 比如说称谓录当中就记载 榜眼明目始于北宋 古者原以为第二第三 两名为一榜眉目 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即为榜眼 后以第三为炭花 随专以第二为榜眼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开始啊 是没有炭花什么事的 电视的第二名第三名都叫做榜眼 因为放榜的时候啊 第二名第三名的名字分别列于状元的名字两边 就跟两只眼睛一样 因此呢 后来电视第三名就被称为炭花 到了后来呢 电视第三名被称为炭花 那么榜眼呢 就专指第二名了 就变成一个人了 这炭花的明目又是怎么来的呢 哎 这个就得从唐代说起 唐朝近视极地之后有一个传统 就是新科技什么的 要集体参加专为他们准备的 就朝廷为他们准备的 庆典和宴会 其中呢 最大的一个宴会 就是姓元宴 在这个宴会上呢 有一项特别的活动 就是由事先选出来的 两位年轻帅气的新科进士 为两阶炭花使 或者叫两阶炭花郎 这哥俩呢 骑着高头大马 便有曲江附近 或者长安各处这种名园吧 沿途 手下有人 帮他们采摘牡丹 勺药 这些名花 然后呢 副师 用鲜花迎接状元 炭花这名字 就是由此得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 呃 当时种的这个炭花 有的时候比这个 种这个状元更让人兴奋 我们想一想 状元啊 固然非常风光 因为他才华被肯定 第一啊 但是炭花呢 你想他不仅有残华 他还都有颜值 这感觉啊 那就像什么 你夸一个人特有才华 或者你夸这个哥们 又帅又有才华 那你看 那个又帅又有才华 肯定是才貌双全 这样的评价 也就是从唐朝开始 受这个传统的影响吧 所以说之后呢 这个炭花啊 基本上更受老百姓喜爱 因为他的颜值更高 但能力可能不如状元突出 但他颜值肯定比状元要好看啊 他的年纪要年轻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现在啊 你看我们年轻人都想穿越 我们现在帅哥呢 如果穿越到宋朝 我估计啊 还是想当炭花 还不想当壮人 没一说中国史 说的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